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SWNS报道,大纪元记者赵兹记编译 五口之家,四年没买菜储存的新鲜食物仍够吃一年 一位母亲已经四年没有购买食物了,但仍然有足够的新鲜食物保存下来,供她一家五口吃一年 31岁的纳塔莎·加哈根一直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家园 她说服了42岁的丈夫丹尼斯·加哈根从威斯康星州的西伯伊根搬到密尔沃基附近一个占地七英亩的农场 这对夫妇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加哈根先生21岁的儿子搬到这里 现在他们自己种植水果和蔬菜,养殖了鸡和山羊 加哈根夫妇已经四年没有去大超市购物了 加哈根太太每年去一次,去买一些散装的基本用品,如豆子和面粉 他们在地窖里保存了一年的食物,还有可以在五分钟内加热的即时餐 加哈根太太是一名自耕农,也是一名兼职牙医助理 她说,靠土地生活是我的梦想 我喜欢户外活动,我一直梦想着远离网络的生活 我们不会去杂货店,我们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我更珍惜我所拥有的 加哈根太太首先在威斯康星州西伯伊根的菜园里种植她能种的东西 但当一家人找到一块他们买得起的土地时 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于2015年1月搬到了乡下 这个家庭在农场里饲养多种动物 包括牛,鸭,甚至孔雀,目前有山羊,鸡和鹅 他们喝山羊奶,还用它来制作肥皂出售 我们爱上了山羊,加哈根太太说 这个家庭每年都会尝试种植一些新的东西 这个地方没有很长的生长季节 我们种植西红柿,辣椒,黄瓜,大蒜,洋葱和蘑菇 我们有一个果园,里面有苹果,梨,梨子和桑韧 我们不种自己不吃的东西 为了保存食物,他们使用灌装和冷冻干燥等方法 家中有一个地窖,储备充足 我们可以靠它生活一年多 我们储备了200磅面粉 他说,加哈根太太有一台冷冻干燥机 里面装满了她已经准备好的食物 为他们在春季和夏季的繁忙时期做好准备 我保存食物是为了方便 他说,我为夏天忙碌的时候储存很多东西 加哈根太太不会让家里缺食品 他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肉类,并尽可能少地依赖超市 当偶尔去超市时 他们会囤积自己无法种植的物资 或枫糖浆和香蕉这样的零食 我们购买了很多东西 他说,我们一直有很多东西要学 这就是其中的乐趣所在 这是一个梦想 这个城市不适合我 我爱我的家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 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鸿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